字幕提供 周紫月你開麥 你好 傑克 周紫月你好 安安幾歲哪裡人 我29歲基隆人 29歲基隆的朋友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基隆的朋友想要說什麼 我就講 因為你講到民粹嘛 所以我想到就是 光譽台灣人就是選舉 選舉人的那種 型態跟想法 那我可能講的不是 對我可能講的可能不是 很好啊請包涵 不會不會不會沒關係沒關係 暢所欲言吧 我自己觀察 然後去分析 就是說其實台灣人 選政治人物都是 就是憑感覺 就是所謂你講的就是 我爽就好 就是投票的行為 其實是感性 就是很感性 就是不看政績 不是理性喔 選舉不是理性欸 大家以為政策是不是理性 其實是感性欸 是一場感性的運動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 就導致了很多問題啊 比如說 他們 對於 就是 我發現就是說 就是他們會對於 人 會有不一樣的標準 比如說 就講到韓國瑜嘛 我以韓國瑜作為例子 2020年 我可以說是最黑暗的一年 你是韓粉嗎 我不算韓粉 我只是覺得說 當初這個人 我不敢說他做事做得多好 那 因為畢竟他只有一年多嘛 那他講話 我 以我個人的看法 我是覺得他還算 中肯還算是可以的 但是他 因為很多人都打他嘛 就是說 他說他是草包啊 只會修路啊 鋪路啊 或者說只會清水溝啊 那個都小事啊 那個網路攻擊好可怕 反正就 反正小事啊 隨便 一直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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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丟糞 一直在罵這個 他說他草包啊 就只會做這些 然後 政見呢 都是碰轟 就是 就是講空話 做不到 那 今天就有個問題 我問傑克 你關心 台灣政治這麼久了 你學問哪個政治人物 政見有打到的 完全喔 好像沒有吧 選舉上政治有達到 政見 就是 他們講的政見 政見有達到 欸 還是有啦 不會說完全沒有 就是說 很少嘛 欸 對不對 我不好這樣講 就是 我相信一定有啦 因為我要講的是說 但是 無法規劃太長期了 這倒是真的 好 那個是因為制度問題 對 那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說 他 他這樣 就是 說謊啊 做不到啊 放空話 那你是不是標準要 一致 對阿 對不對 標準要一致嘛 你不能說 因為這個 A這樣 B這樣 A你喜歡 然後就還替他還假 說阿人家是有原因的阿 人家只有一個人 他沒辦法做到阿 那沒辦法做到不就草包嗎 你跟我講的意思嗎 現在台灣就是雙標嘛 怎麼可能標人質 就是很雙標 老雙標了嘛 完全雙標阿 對阿 連選民都在雙標 這個就是 對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其實台灣的政治素養 其實也是 我講去 比較難聽一點 就是很低阿 你說台灣人 人質素養很低 對 對 因為明顯就是這個是 很講究人性的 嘿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再舉個例子 就是 柯B好了 嗯 他第一任的台北市長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看那個 木曜師超玩 有有有 有嗎 有嗎 他跟主持人講說 呃 他前三年不知道在創他小 就是說 就是說他 他做台北市長的 第一任的前三年 柯B在木曜師超玩上面講 前三年不知道在幹嘛 嗯 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第四年才知道說 喔 呃 好像 多多少少有了解一點 有沒有 那我就很想 我就想問一句 台灣有多少四年 嗯 所以這樣就是這樣子 把自己的錢 錢力啊 給耗光了 嗯 然後發展會停滯了 也很大原因就是 選民的心態之外 再來就是 官員都空降 嗯 你其實大部分 你像 我們偉大的蔡蔡子蔡英文總統 嗯 他他有 當過市長嗎 沒有啊 他有在地方 就是底層 有打滾過嗎 沒有 他當地行政院副院長 他當地行政院副院長 欸 其實就是高嘛 嗯哼 就是高配嘛 就直接 就是總經理董事長了嘛 對 那 今天我們 其實就是 這種制度就是很不好 嗯 那 我不是說民主啊 選舉 但是制度就是像工具一樣嘛 嗯 對不對 就像軍人 把家衛國 他們打仗的時候 以前是拿人兵器刀槍劍嘛 那些的 嗯 現在是什麼導彈啊 什麼 裝甲車之類的嘛 嗯 因為我不懂軍事 嗯 但他們 對 那你會今天說 我我導彈那些不用 我去拿人兵器刀槍那些桶嗎 不可能嗎 嗯 所以制度是要 就是要改善 去完善 可是台灣 是 怎麼說就是 沒有 這方面的 能力 就是說 因為民粹 把這都搞掉了 因為他們不會去 去 探討說 為什麼 我們會選這樣的人上去 嗯 嗯 然後人性嘛 就是說自己做的事 就想要找理由來 就是掩蓋嘛 就是掩蓋嘛 我舉一個 真實的 就親身例子 就是 我曾經問過我長輩啊 我說 為什麼你們會支持李登輝 嗯 嗯 對不對 所以我說 所以他說 是因為喔 李登輝太會隱藏 太會隱藏 對 就是把他本性隱藏起來 你家長輩是 國民黨支持者 是不是 欸 應該 不是 欸 對國民黨是有支持啦 但是 也是 也是 後來脫氣很嚴重啦 喔沒有 我是說當時啦 當時是國民黨支持者 當時是國民黨啦 喔 所以是因為李登輝當時藏得到 嗯 所以他就支持李登輝了 對對對 但是 那 結果我問的時候 他說 因為當初覺得李登輝會 能夠做事啦 但不知道他是這個 這個樣子 嗯 可是這就有個問題 嗯 就是 為什麼會選這樣的人上去 為什麼我們沒辦法去看他 看到這個人的真面目 我覺得 小哥我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我打個槍 我覺得你拿李登輝做例子 有點不太好 因為李登輝他真的是很厲害的人 所以不能看清他的真面目 也不能怪一般人 就是 可是 可是 可是我講說 對 就是 台灣人 就是 可是他拿年輕人 他的隱藏太強了 那是東銀人數好不好 一般人都看不出來是正常的 哈哈哈哈 好好好 你這樣講也對啦 本來就是啊 你拿這個頂子就不對啦 好好 我是講說 一般的 但是他們在講年輕人的時候 就說 啊年輕人都被刑了 被刑 就是說 當是別人的時候 他罵得很兇 自己的時候就找理由 掩蓋 所以 所以就是說 台灣 我覺得台灣是欠缺一種 就是 實事求是的精神 嗯 嗯 嗯 因為就是這樣 不斷的在被內好 然後就像你之前提到的 就是制度問題嘛 嗯 不可能說 規劃那麼長嘛 因為四年 就要投票了嘛 嗯 可是 就像之前有人說 在野黨就是為了反而反嘛 所以 你很難做首對位的消歸潮水嘛 嗯 所以 台灣這二十幾年就 已經證明了 這樣制度是 有很大的缺陷嘛 對 我一直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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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改不了 因為沒有人會去管這些 是 因為你上來就不改了 其實這麼多 很多年很多人也 以前民進黨 他在野的時候也在喊內閣字啊 他上來 總統就覺得太爽了 所以 就是 勇者鬥二龍嘛 就是 把二龍宅了勇者上去 就變二龍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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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說台灣人可能就是 要去思考 我覺得這一點要去思考說 到底 我們怎麼樣才可以避免這種 當然不是說 爛人性嗎 或者是怎麼樣 但是 制度本來就是 去盡量的去 把這方面避免掉嘛 我覺得 不能說我就放著讓它爛吧 就是台灣人必須要意識到 這個制度是不是有問題 不要再歸因為人了 就是 就像你講的 不要脫鳥心態 要面對問題 這個制度其實是有問題的 這個制度是有問題的 然後 再來講所謂的 統獨問題 其實 我覺得說 台灣人要不想被統 就要強大 魔神這樣講 要強大 強大 嗯嗯嗯 對阿 你就要發展嘛 可是這樣的 其實 像 傑克尼 末末其妙被人家打 中共同路的人 有沒有 就是 沒有我被打很多 好不好 就是 你被打很多嘛 然後台獨 台獨 名 或是花獨 什麼的 然後雙面人 然後什麼 中共同路人 也有了 中共同路人 舔共 然後什麼 其實這 講到這個 舔共就是 當我們去講這些問題的時候 講事情的 是非論錯的時候 很多台灣人是不聽的 就是說阿 你就舔共嘛 阿 你就是 阿 藍的嘛 或是 怎樣 反正就是要把你打個標籤 然後再罵死你 然後這事情就避免掉了 沒了 哼 所以很多人他 對於他罵的人 其實他不了解 他就是憑感覺 對 我憑感覺罵嗎 就是 就是像那個 欸 毛澤東的 矛盾跟時間論裡面 有講說 三個特性 齁 你有讀喔 我有讀阿 喔呦 就是說 就是說 三個特性就是一個是主觀性 一個是片面性 第三個是局限性 局限性是比較難的 因為每個人的思維 個性 家庭環境等等 一定會有 只是說 前面兩個特性 如果你盡量做得好 後面那個局限性 其實就可以盡量的 就怎麼講 就是影響不會太大 哼 那主觀性就是 就是說 我認為對就對阿 我認為錯就錯阿 忽略客觀事實 哼 就是我不在查理阿 反正我不管你講什麼 我就認為我是對的 對對對 就有點像大陸他們講一個主義 叫本本主義阿 好像也是類似這個 喔這我不知道 本本 欸 本本主義 本子是不是 本本主義 對對對 就本人在本阿 然後第二點 片面性就是說 你對這個東西了解多少 嗯 就像很多人罵共產主義 阿共產主義就是怎樣怎樣 可是問題是他不了解阿 嗯 他講東西是錯的 嗯 那你罵你要了解阿 就是說 你 你要罵人家你也要了解對方嘛 嗯 對不對 你要贊成對方 你要了解對方嘛 嗯 那片面性很 就是 會很嚴重 就是 會導致一個人 有錯誤的理解 錯誤理解 就必定導出錯誤的結論 對 對 就比如說 呃 台灣人阿 我就聽過阿 手舉起來痛了 有沒有 說這是五十肩阿 嗯 可是五十肩是什麼 五十肩就是零洞肩阿 就是我舉起來 欸卡阿 會卡住 哼 就像零洞肩 然後測碎的時候 換步那一測是會痛的 那你沒有你怎麼會是五十肩 喔 我是舉這樣的例子 OKOKOK 就是說你要了解嘛 你不是說阿我 我 不了解那個 憑感覺講一大堆 很多就是標題殺人嘛 對 然後就看到標題殺人嘛 錯誤的理解會導致錯誤的 錯誤的結論 對沒錯 所以我覺得 我這個頻道有一個很大的目的也是 增進 其實 多少讓台灣這邊對大陸能夠理解 因為想說互相理解 我覺得目前來講是 大陸對台灣的理解 比較多一點 台灣對大陸的理解相對來講 少一點 比較少 因為他們不喜歡 他們不喜歡就不會想去了解 對 然後我幹嘛要了解 我又不住中國 對 他們就這樣想阿 所以 那個紫月我請問你喔 你剛剛有講到你2020年是最黑暗的一年 你沒有講為什麼 你具體說 喔 你怎麼黑暗 就是媒體 媒體恐喜阿 就是 不 造假言論一堆嘛 造假新聞一堆阿 那現在也是阿 然後 我還沒講完 我是說欸 傑克你記不記得 2019到2020 有一個公投 欸 有嗎 就是 就是以和養綠那個阿 那是18年底阿 喔18年是不是 喔 沒有阿那我記錯了 喔 就18年的時候那個公投阿 就是以和養綠跟同性婚姻嘛 怎樣 我知道那個整個結果之後 我就對台灣很絕望 我覺得他們沒救了 以和養綠跟同性婚姻 為什麼 以和養綠就是過了嗎 對對對 呃 有過嗎 沒過吧 以和養綠過了 過了嗎 可是 沒有我講當初啦 我講當初那個過程阿 喔 過程是不是 對對對 那是後來嘛 後來才過嘛 嗯 當初的那個 以和養綠的名義是 不通過 是通過的 嗯 可是 那個不知道是 政府還是誰說 我們另外再調查 所以 就沒消沒息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你說的過 我是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你說的過是什麼時候 公投過了 但是政府沒有去執行公投的那個精神 他找一些什麼文字上去專 然後去 去 規避這樣 嗯 然後那個 這個意思 同性婚姻 同性婚姻是 不過的喔 名義是不過的 然後就 說阿我們可以令社專法 給過了 然後就說 就開始在吹嘛 說台灣是最有人權國家 你記不記得 喔他令社專法這樣 喔那你剛吹你就直接立法就好了 你還共同幹嘛 嗯 所以很多人說台灣有民主 我是抱著很大的疑問 嗯 因為 以和養綠是 就是說我們現在目前綠人就是 沒辦法實際的做到嘛 所以我們要用 核能現在實用嘛 這樣保持我們的供電 嗯 等到可以了 我們再轉立了嘛 對 就合理阿 可是 就是過了但是政府他不去執行 不做阿 對對對 對 重新婚姻不過他立社專法給過了 然後說 所以後來那個公投團體 以後就要學聰明一點 你那個法條 就是你公投的條款 你要寫得很精確 就是加個立社專法 對 不能讓他有洞去專 嗯 對啊 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說讓我 讓我就覺得 蛤 啊 就很多 當時還有很多人 去住館長阿 或是誰阿 嗯 罵阿 說你們 反對怎樣怎樣 那不是重點阿 嗯 以和養綠是 全人民的利益耶 嗯 兩千三百多萬人的利益耶 嗯 你不用電腦 你同性不用電腦對不對 所有人都要用電腦 那 後來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說 阿 阿都給你操弄完就好啦 那你還偷個屁票阿 哼哼哼哼 那你還問人民幹嘛 你就自己來就好了嗎 對 對 那我就覺得說 那後來 就是 民進黨政府就做得很明顯嘛 是 就是 第一任那個什麼 勞工是我心裡最軟的那一塊阿 然後說什麼什麼的嘛 講好玩的啦 他就做得很爛嘛 是 阿 很多人就說阿 有阿 他有做事阿 前瞻八千億 我想問一下前瞻八千億去哪 對阿 去哪 後續是什麼 對阿後續是什麼 是阿 你沒有好個結果阿 你說他好 那不就等於說像 有的人說阿 我自己在學英文 阿 就他沒 他根本就沒有去找單字學 也沒有去 看外國人影片學 阿他就說我學英文 嗯 那不是很瞎嗎 對阿就是 就是他他以為這個有做到什麼事情 但是事實上這八千八百億花下去 沒有他想像中能夠發揮這麼大效用 對阿 嗯 很多都是這樣 對 爛花錢 然後我大概講這樣 然後再講台灣統獨問題 其實 以我來看台灣是沒有合同這種選項 蛤 你竟然是 因為我講 接下來講就是 嗯 一個很明顯的 嗯 不論是哪個黨派他指證或幹嘛 他在台灣 他可以說他拿到權力就是 他可以想幹嘛就幹嘛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那他 不可能 就算老百姓 願意接受 統一 政客絕對不可能接受統一 政客絕對不可能接受統一 笨黨也不可能接受統一 他統一他們玩什麼 他說天 原本天是老大他是老二 對 結果後來 共產黨來統一黨 他天 天是老大 共產黨是 超級老大 啊他們是什麼 對不對 那像 那個台灣有一句俗語阿 他們笑的說 那些人可以卡成紅鳥 對不對 什麼意思 就是拿蟲放棄屁股阿 給他養阿 喔喔喔喔喔 就是做直說那種感覺阿 嘿嘿嘿 那不可能嘛 所以 所以 就算說 所以兩岸這種東西 那你說真的要合同 那其實 台灣人連自己國家都不能同阿 我說實在的 是是 多數台灣人阿 對不對 你今天問一個隨便問一個 阿你國家叫什麼 台灣阿 可是你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耶 哼 那不是我想要的國家 我不喜歡這個名字 哼 我只喜歡叫台灣 哼 就這種的阿 對我知道 所以你覺得 選項是什麼 我覺得 其實我是支持合同阿 但是 合同沒什麼希望阿 武統就看共產黨怎麼做阿 所以你 其實你抓 你是希望合同 只是你覺得合同 機會渺茫 所以你覺得 就只剩 好像只會發生 對我 我說實在話啦 我不肯接受武統這個東西 武統是很無奈才接受 你不會去選擇這個選項 對啊 打仗會死人的阿 是是是 阿 你怎麼知道會死在 死的是你家 是是是 對不對阿 人家對面的共產黨 對不對 共產黨來 派那個 阿賓沟對不對 來 解放居然台灣 統一 他也要死人阿 就算你說再怎麼樣 戰爭怎麼快速 他也是要死人阿 對共產黨來講 他不可能說 選這個選項嘛 要選找打了嘛 對不對 要選找打了阿 習近平還在那邊喊說 越南兩岸能夠和平統一嗎 一開始喊武統的 其實是 太激進了 你知道嗎 太過激進了 對他們 那你現在就覺得 合同 合同沒希望 就是 因為台灣本 本身不認同 他自己是中國人阿 不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阿 他們只認為台灣就是台灣 但是你覺得武統不可能阿 武統 我不是說武統不可能 我是說 因為武統的話是 只要是看對岸嘛 就是說 那時候他們可能 就像有人講說 什麼疑武逼合阿 或是幹嘛對不對 那 那他們是認為說 台灣這個問題不能再拖了嘛 或者說台灣有什麼的跡象表現 讓他們覺得不得不武統 他們才會選擇武統 不然他們不會選擇武統 我的意思是這樣 那 合同 合同主要是看台灣 台灣就不願意談阿 對不對 你合同 合同地位就是 雙方是 平等阿 我才願意跟你談 那武統就是 我管你 我先把你打 打福了 我再收你 我再慢慢收拾你的心 對不對 所以 這是兩種不同的狀況 我認為說 台灣 沒救的原因 就是這樣阿 那 支持合同也是因為這樣阿 我要的是 國家能走就要富強嘛 我們不要老是被人家欺負嘛 那問題是 台灣的政黨做不到阿 我 我盡力啦 我盡力促進這個 我知道你的想法啦 我也不會 我也不會向人家去欠想你啦 這沒必要 因為每個人有自己的想法嘛 就是 那 只要說不要無腦就好 嗯 好 因為每個人都有他的意識形態嘛 那 只要說無腦就好 然後 真的要去多了解 嗯 了解多了 你再判斷嘛 好 就這樣我就聽過有人說阿 毛 毛澤東沒有文化 毛澤東是流氓 誰 誰說 這種的 誰說 我的某一個長輩啦 我不好意思說誰 好 所以他沒文化啦 所以他 他好 是個流氓啦 他是運氣還建立新中國啦 他是民進黨支持者嗎 還是 不是 不是 他不是 他就是一般 應該是 對對對 好 我都不好意思講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就是大家要多了解 不然會影響你的那個 所以說 很多 大陸人 因為我看過很多很激進的阿 嗯 就微博阿 或是B站阿 嗯 說什麼阿 留島不留人阿 或是 你不太有人滾可以阿 反正島給我留下 嗯 那你幹嘛 嗯 那我覺得這種就是 有點屁孩言論 我覺得 好好 然後 你還要說 還有嗎 呃 大概就這樣吧 好 好 謝謝你喔 謝謝紫月 謝謝你的那個 好 謝謝 我也不知道我講的 沒關係啦沒關係 就是 歡迎下次你再Call in 對不對 我們 希望 多一點台灣朋友來加入 好不好 好 謝謝你 謝謝紫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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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